婷婷今年七岁,家住江苏省南通市重川区 2019年12月30日中午,婷婷在幼儿园里摔伤了 当时的时候只有一名实习生老师在独自监护 然后事发之后,又是单班老师 班主任没有隐瞒上报,没有向原方汇报 独自让我们安排了,让我们自己去安排带孩子去医院就诊 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无法判断具体是什么情况 因为我们不是医生 婷婷的爸爸说,2019年的12月30日中午11点20分左右 婷婷就读的幼儿园里,孩子们吃完午饭,正在院子里玩游戏 这时候婷婷突然摔倒在地,站不起来了 应该是在学校发生的 而且事发当时已经脱,骨头已经脱胃 加骨折,已经压迫了饶神经 而我们的原方她不承认 那我借此机会,我想实在不行 那我们就四把鉴定 这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公正的一个解决办法 婷婷摔倒后,趴在地上大哭 右胳膊蜷缩着动不了 当时代班的老师将婷婷抱起来安抚 并打电话通知了婷婷的家长 按规定应该是由单班的老师带领孩子们 在监护下带领孩子们再进行一个合动 而他们却没有按规定 单班帮子顿红老师却躲在教室里休息 因为他说他身体不舒服 然后独自安排了那个实习生老师 那就实习生老师他没有经验 关键他还在玩手机 然后后期就导致这些事情发生 婷婷的爸爸说 当时陪孩子在户外活动的老师 只是一名实习老师 不具备教师资格 也没有经验 对孩子的看护不到位 导致婷婷在玩游戏期间摔倒受伤 在接到幼儿园老师的电话通知后 他们立马赶到幼儿园 将孩子带到医院就医 他是让我自己带着孩子去医院看病 你说我带着孩子一个人 当时孩子一只手就是不能动的 还在哭拼命的哭 我一个人骑着电瓶车带他去 大冬天12月30号19年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老师幼儿园都没有出一个人 带着我们一起去 让我很痛心寒心 每每回想起当天的情形 婷婷的妈妈都十分心痛 她说接到幼儿园的电话后 她就急忙赶到幼儿园 不及多想 带着婷婷到附近的一家医院就诊 经医院诊断 婷婷的右胳膊骨折了 医生给婷婷打了石膏固定 当时我一个人带着她 孩子一直哭 我没法弄就就进上了一个医院 开了一个片子 我们这边三院呢 没有这么好 但是呢我当时孩子哭 我一个人不太好弄 所以就我就进 当时开片子 她这个三院呢 只是说她是骨折 没有说她脱位 但是等一个月以后 拆石膏 发现孩子的手还是没有恢复 一个月后 婷婷去医院拆除了石膏 但孩子的胳膊 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恢复 随后 医院又安排给婷婷拍了一个片子 才发现问题严重了 说她脱位了 当时还 医生还没跟我讲 她这个神经也是受损了 因为压腹的时间长了 压了她神经 所以她不是 受不了 当时是一点都不能动 再次复诊 医院发现婷婷的胳膊不仅骨折 还存在饶神经脱位的情况 但在第一次诊治时 未及时发现 导致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在当地也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 婷婷父母只好带着婷婷 赶往了上海就医 你们要带她去上海 开刀了 我一听这个 我们做家长的肯定也慌了 立马当晚就带她去 因为孩子这么小 对不对 又是个右手 如果说左手 还好一点 所以说我担心 这个孩子 开刀以后 上海的医生就说 这个骨头是能恢复 神经能不能恢复 要看她造化 婷婷在上海进行了手术治疗 但医生也说 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手术后 孩子右胳膊神经能否恢复 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腰部取了个骨头 垫到这个手上 又没法坐起来 又没法躺着 躺着小便 不知道能不能恢复 每天要锻炼她这个大拇指 每天像吃三顿饭一样 一顿饭要搬一千次 我搬了三四个月 一千三四千次 婷婷的妈妈说 孩子手术期间受了很大的罪 让她十分心疼 手术后将近一年 婷婷的右胳膊依然身不直 右手大拇指也无法活动 看着女儿可能会留下这样的终身残疾 婷婷父母很痛心 同时也想到 如果不是因为第一家医院的误诊 延误了治疗 也许孩子不会变成今天这样 孩子真的受了不少罪 不管是医院还是幼儿园 其实对这么小的孩子 都是属于不负责任 才造成这样的后果 我认为这么小的孩子 医生也要应该是重点负责 如果说医生也要 也对孩子这样负责任的话 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越想越生气的婷婷父母 于2021年6月 将第一家造成误诊的医院 告上了法院 经过法院审理后 判决被告医院赔偿婷婷 16万余院 但是我们去找了医院方 他不承认 后来我们只有通过法院来诉讼 最后法院判决 他的过错 承担70%的责任 我们承担30%的责任 然后我们后期没办法 因为牵手的费用也比较多 我们是普通的公平家庭 由于婷婷的胳膊 还需要长期的康复治疗 还需要继续花费不少钱 这使得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很大 想想婷婷是在幼儿园出的事 如今的结果 幼儿园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 当时我一个人带着她 孩子一直哭 我没法弄 就进上了一个医院 拍了一个片子 随后 婷婷父母又将婷婷就读的幼儿园 起诉至法院 他们认为 就是因为幼儿园没有进到相关的义务 才导致婷受了伤 还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损害 要求幼儿园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婷婷出事地点在发生在园内 且是正常的学校活动时间 婷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幼儿囤 进入了校门 法定监护权就占交由校方直至放学 第二点 校方安排的实习生老师 独自带领学生放后活动 而代班班主任黄老师 却独自在教室休息 庭上婷婷的父亲指出 事发当日 涉事幼儿园未尽到相应的责任义务 午饭后 本就不应该安排孩子们 在院子里做剧烈运动 且孩子们在追逐打闹的时候 也并未有老师在旁监护 原本负责婷婷班级的班主任 因身体不适在教室内休息 另外一名老师请假没来 只有一名不具备教师资格和经验的实习老师 坐在院子里并且还在玩手机才导致了意外的发生 民生在外觉得还不错 口碑也不错 说的管理比较到位 结果我们是转员过去的 是中班第二学期转员过去的 结果转员之后才发现 不是外面所说的那种那么美好 但是正是这么一个老师 严重的不负责任 而且还故意隐瞒市值 不向原方汇报 不向管理人汇报 想独自的来把这个事情压下去 结果导致了后期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跟他有脱不了关系 婷婷的父亲说 被告幼儿园在他们当地也算有些名气的 当初也是冲着这个才转员过去的 没想到却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让他们很失望 婷婷出事后 幼儿园不但没有第一时间将孩子送医治疗 老师还将这件事隐瞒下来 没有网上汇报 后续更是不闻不问 这让他们家长很寒心 从孩子出事的第一天起 一直到孩子后期的二次去好肝板手术 这里面的过程快整一年了 等孩子处理完了之后 我才想起来中学校要监控事实 他们却回答我说 已经过期了 看不出来 那这里面也充分的说明 他的员方这个管理还是有问题的 他应该主动保存 然后来交由我们的家长来查阅 事后婷婷家长才想起来 找幼儿园要事发时的监控 想看一下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导致女儿伤成这样 但幼儿园却回复说 监控画面已经过期 也没有留存 这让婷婷家长很不满 认为员方是故意的 就是不敢保留证据 他们态度挺蛮横的 因为但是刚才在庭上 你们的录音也听出来 他一直强调要推脱责任 本来我们的孩子 五周岁是一个幼童 在法律上面 他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幼童 交由进入了员方的门 就应该暂时的监护权是由学校来行使 而他们却没有尽到一个责任 一个管理责任也好 监护责任也好 都没有尽到 所以后期我们跟他谈的时候 过程中 交流过程中 他们也不愿意承担责任 一直推脱 所以我们不得 没有办法 最后只有通过法院来诉讼 来维权 婷婷父亲说 与涉事幼儿园多次交涉无果后 他们才采取了诉讼途径 进行维权 然而让他们更生气的是 被告幼儿园方在庭上说的一番话 之后就制止 告诉他们就是奔跑很危险 不要跑 让他们继续玩 然后婷婷就摔倒了 然后是婷婷踩到了她的胳膊 然后其他 婷婷就摔倒 摔倒以后 她的弟弟 婷婷踩到她的 因为她来不及 跟在她后面追 然后来不及停止 就踩到了她的右手臂 踩到婷婷的这个胳膊 嗯 右臂 右臂 右胳膊 嗯 然后其他后面的三个孩子 也就是倒在他们旁边 其他三个小孩就倒在旁边 然后老师看到就立刻去扶 然后这个姐弟两个是自己爬起来的 爬起来之后 姐姐就 就这个婷婷就开始 哭诉 胳膊疼 然后是看到以后 就去扶小孩 就爬起来之后 自己爬起来之后 说胳膊疼 然后就带过去 给那个班主任洪老师 然后洪老师就 立刻就是打电话给他 通知他的家长 有就把小孩带到到 教室 班主任 到教室 对 给班主任洪老师 对 洪老师就联系了这个 韦婷的家长 对 联系他妈妈 然后就请他带孩子 去医院看一下 请他 请我母亲 妈妈到医院去看一下 这种情况 然后看完了之后 大约五点钟的时候 妈妈就是告诉 洪老师说 确诊了是骨折 已经做了固定处置 庭上 被告幼儿园方指出 事发当时 孩子们在奔跑玩游戏 老师也及时进行了制止 但婷婷跑得太快 还是不慎摔倒了 由于婷婷跑在最前面 摔倒后 右胳膊被后面 随即绊倒的孩子踩到了 而踩到婷婷的 正是他的双胞胎弟弟 幼儿园这样的说辞 让婷婷父母很生气 我们是交给你幼儿园 你幼儿园就是一个监护者 你没有把我看护好 当时我们要看那个监控 幼儿园的监控 他们是坚决没有提供 说那块地方照不到监控 反正好多托词 就不让我们看 然后还说是 他的弟弟造成的 我认为这些托词 让我家属心里 肯定是不舒服的 婷婷的妈妈告诉我们 她是高龄才生下的 这对双胞胎 一家人都很宝贝 这两个孩子 尤其婷婷是女孩 他们更是格外呵护疼爱 跟所有家长一样 想在他们夫妻 有限的能力范围内 给孩子最好的 因为设施幼儿园的名气在外 他们才将孩子转学进来 可没想到不到半个学期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老师幼儿园都没有出一个人 带着我们一起去 让我很痛心啊 寒心 我这么多钱交给你幼儿园了 我也不能 不要说你幼儿园能保证给我小孩 什么什么教育 什么优质教育 还是教他怎样做人 首先最起码的安全 你都看护不了 我小孩都看护不了安全 你说哪个家长能放心 往你里面送的 对不对 到现在为止 两年时间了 他们幼儿园只是 一分钱都没有出过 只是在我孩子爸爸 去幼儿园找过好多次 还说我学费 孩子没有去幼儿园 没法去啊 石膏绑了三四个月呢 然后还有一份是我们的 租用我们的专车 送他去上海做整的一个车费的记录 这个原件我把那个派系评证带过来 那边提供发票是吧 提供发票 就证明你这边租车 送洋澳到上海去治疗 对因为疫情期间嘛 他交通困难 没有办法找到车 然后是我们给他租了一个专车过去的 发生了费用 你这车架是多少钱了 1168.37 起来没了 就因为他当时是说在三院骨折好了 然后就回家去休养 然后当时我们老师包括我们原方都去慰问了 也给了慰问 所以也买了慰问的礼品 就是事发之后你学校 这个是他三院就是拆了石膏之后 确诊他这个没有恢复 然后要求他去上海记录 然后去上海 然后我们给他的就是 对这个后续事件的一个跟进 对跟进就学校相关的这个负责人 以及老师 对 主动跟就是阳奥的家长 进行沟通联系 聊天情况 是 先上海问问是吧 对 其他意思吗 还有就是 这个是我们原来他那个 那家长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发票 以及我们当时双方的一个 协议的意向 但是这种方法跟我们签 事发之后 家长向你这个 这个原方提供的一些发票 对我们一直就是 另外就是 当时有意向 提到一个协议书 对 因为当时我们一直是协商 解决这个事情的 就是 杨奥方的这个代理人 他父母没签字 对 因为他本来约好了当天来的 但是后来他也有事为由 推脱掉了 没有来 然后还有 推脱没有 没有签字 对 其他也没来 还有就是 这个是所有的 就是孩子的 在我们幼儿园里 的出勤记录 没有我们给他免了学费 就证明他是来的 还有一个出勤记录 嗯 这万一二元的 小孩出勤记录 对 就是证明就是杨奥方正常到你幼儿园来接受相关的教育 是吧 对 亭上 被告幼儿园方表示 并不像婷婷父母说的那样 事发后他们对婷婷不闻不问 事实上 他们一直都在积极地关心婷婷的情况 婷婷去上海治疗的车费 也是由他们支付的 他们应该是 园方第一时间及时的送医 在这个过程中通知家人到医院来 他们背道而驰 除了这种事情 还是等我们主动了 找了园方 找了他的善级主管部门 他们的管理层才知道了 有这么一个事情 从来没有主动说 你的费用够不够 你的人手够不够 我们来帮帮你 没有 都是我们来质疑他 质问他 然后他的封房局上没办法了 说你实在不行的话 来找我 后来才发生了 我们车子 问他要了个车 就这么一个过程 婷婷的父亲说 孩子摔伤后 班主任老师 私自隐瞒了这次事故 并没有向上汇报 是因为疫情原因 他们找不到连夜去上海的车 怕耽误孩子治疗 情急之下 他才去找涉事幼儿园的 上级主管部门反应这件事 随后才得到了幼儿园的 一点回应 就让我们自己去 自己去医院治疗 他根本就没有全程参与 也没有通报远方 也没有按照他的流程 他的流程是 应该通报远方管理层 由远方的保健老师 带领下 先去医院 然后这个过程中 通知家长到医院会合 他们没做到 庭上 婷婷父亲指出 事发时孩子们追逐打闹 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园方却只派了一名 不具备教师资格 且没有经验的实习老师 在院子里 由于没有监控佐证 但据当时在场的孩子们 告诉婷婷父亲 实习老师当时一直在玩手机 没有看到婷婷摔倒 还是听到婷婷大哭 才跑来查看的 故而 婷婷父亲认为 幼儿园方 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责任和义务 带着一群孩子在发布活动 而且关键 他还在玩手机 出了事之后 是其他的孩子 都在玩手机 这是关键 他在玩手机 出了事之后 是其他的义童去叫他 那么我问一下 幼儿园这一方 有没有当时的监控视频 有没有 首先当时 你当时的场所 有没有监控视频 有的 你不要说话了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杨帆 当时这个场所 我们幼儿园的所有的计防设施 都是确保监控部 当时这个场所是有监控 是重点部位全覆盖的 有监控视频覆盖 那么 那现在也能不能提供 已经过期了 因为我们的监控视频 只能保存90天 当时的话 可能是60天还是90天 60天 当时90天 当时的监控 只能保存90天 对 当时就是没有 可以的复制 因为我们没有想到 后续会这么严重 他当天就回复我们 说是骨折已经做了处理 那我们想这个事情 不会搞到后面 当时你们没想到 后续后悔这么严重 实习老师 对 辅助老师 就是增加了一个实习老师 刚才谈到就是当时 玩老师在陪小孩上步的时候 玩手机 有没有做手法 按照我们的制度 是不可能玩手机的 就是你这边 老师是不允许玩手机 不允许做试活 对 要干试活 确保幼儿安全 有这个规定 有详细的制度 有详细的制度 本案主要围绕三个争议焦点展开了辩论 第一是被告幼儿园方有没有尽到管理职责 第二个是婷婷的相关损害结果跟在幼儿园摔倒究竟有没有因果关系 第三就是被告是否需要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围绕焦点 围绕焦点 一个就是说 如果是确实机关业人员存在管理不到位的地方 而有因果关系 那因为比例是多少比较恰当 围绕这三个焦点问题 法庭规刀这三个焦点问题 杨茯有没有补充 有没有现在这个 你认为还有焦点问题 要在法庭辩论要讲的 有没有 没有 机关业人员有没有 没有 好 下面就围绕这三个焦点问题 发表辩论一线 杨茯发言 这个事实发生在原方 然后它存在着严重的管理和监管的摧尸 并没有按照 他所说的制度来落实 导致了 饶神经脱胃 与上海手术治疗的过程是同一种病情 所发生的费用 是有因果关系的 导致上海的手术治疗 希望法庭能支持 就这么多 好 下面 关于原告说的管理职责这一部分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监控的这个证据确实并不影响整个事实发生的认定 包括 去那个三院的这个事实的认定 我们的老师跟不跟着去 并不影响三院医生最后的诊疗结果 这是他专业技术方面的问题 我派园长去或者派保健去或者派任何一个人去 并不影响 我觉得 这个没有必然的关联性和因果关系 如果发现持骨近端骨折 一定会去考虑脑骨脱位 尤其是在小儿这一块 但是三院他并没有按照这样的一个规范去做 导致了他的一个漏准以及延误治疗的时机 那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我们来承担 包括他的神经损伤是什么时候损伤的 是因为他的没有确定病情的盲目的固定导致的神经损伤 还是因为我的摔跤导致的神经损伤 我不知道这个原告有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 因为这个整个骨折的治疗 并不超出难通的诊疗水平 不需要到上海去做手术 这一点是明确的 好 下雨没有了 没有了 好 有没有 上方有没有心的病療症 有没有心 有的 男童不具备做这个手术 所以我才去了上海 而且三院当时的副诊的主任也是这么说的 男童无法做 当时三院的副诊主任也 也这么说的 男童无法做 我不相信我又去了副院 也说的 要到上海去做 对 要么就去北京 要么去上海 是什么时候说的 在事发之后的 复诊之后 庭审当天由于被告幼儿园方不同意调解 法官宣布将择期宣判 庭后 我们跟随婷婷的爸爸来到了他们家 婷婷的妈妈正在辅导两个孩子写作业 因为我是孩子的母亲 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家庭 一个孩子 本来我们家就是两个小孩 带起来就比较辛苦 然后这个小孩一出事情 我一整年在家都没有出去工作 整天就是在上海南通 来回奔了好多好多次 真的数不清 我跟我老公带着小孩 上海南通 南通上海 而且当时疫情非常严重 在那个医院里面 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照顾这孩子 婷婷的妈妈告诉我们 婷婷受伤后 让他们一家的生活状态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一年多 他们为了婷婷的康复治疗 几乎就在上海和老家之间来回奔波 她也只能辞去工作 全职在家照顾婷婷 但相比这些身体上的法类 更让她疲惫的是精神上的打击 因为我紧张 我担心我的女儿 医生当时说 这个小孩不一定能完全康复 他们说不准 手术是一定要做 但是呢 他不能保证完全康复 那我作为母亲 我肯定是担心 小孩才这么小 又是个右手 如果说一旦 这个手不能恢复了 连学都上不了 字都写不了 因为是个右手的大拇指 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身体器官 婷婷妈妈说 看着孩子这么小 却受了这么大的伤害 她心疼不已 他们起诉幼儿园 也不是想得到多少赔偿 只是看着女儿受了这么大的罪 想为她讨回一个公道 婷婷受伤后 就一直休学在家治疗 父母也会在家辅导她学习 因为医生叮嘱 每天锻炼手指 或许能帮助恢复婷婷手指的灵活度 所以一年多来 婷婷的妈妈每天都坚持 帮婷婷锻炼按摩几次手指 一次就要一千下 不知道能不能恢复 每天要锻炼她这个大拇指 每天像吃三顿饭一样 一顿饭要搬一千次 我搬了三四个月 一千三四千次 虽然经历了这样的打击 全家都很难过 但好在婷婷还小 恢复的也比想象的好些 这也让婷婷父母看到了希望 女儿身体上已经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她们怕孩子心理上也留下阴影 所以不管凭时再怎么悲伤 也尽量在孩子面前表现得积极乐观 时不时的鼓励她引导她 好在婷婷的性格也很活泼开朗 随着伤势的逐渐好转 笑容也回来了 现在是可以动 就是大拇指一开始是一点动 叫她抬抬不起来 以后慢慢就是稍微能抬一点 然后锻炼的就是稍微能抬高一点 像我们正常人是能抬到这个角度的吧 我女儿是抬不了这个角度的 只能到这儿 现在是很了不起了 能到这个地步也是很了不起 我们是可以这样子的 现在恢复了比我预期的要是好 因为我当时听了医生讲 就是不能这个就像一个小草一样 被石头压住了 如果把这个石头搬走了 这个小草是否还能活 这我们说不准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担心这个神经文 恢复不了 写字写不了 上学上不了 受伤前的婷婷喜欢画画还弹骨针 现在每天晚上 婷婷的妈妈辅导完她功课以后 也会鼓励她画画画 或者继续练习弹骨针 因为手臂不直啊 冬天还看不出来 无所谓穿得多嘛 一到夏天 那手臂就看得出来 这边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医生说正常的 那毕竟里面垫过骨头 跟正常的人是不一样的呀 能练她的力量 力量不够 女儿现在我开始给她 开始学骨针了 骨针拨起来 那个拨弦的声音就是 声音没那么高 那老师也是这么说的 那慢慢的给她再锻炼只有 没办法 那这两个孩子对于我们家来说 就是我们的唯一 出了这个事之后 我们 我们夫妻两个人承受了太多的痛苦 我的爱人因为我的女儿 这个治疗事情 在我的女儿治疗过程中 一直到手术之后 因为担心 我的爱人眼睛哭得一直是 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婷婷的父母也终于露出了一丝 欣慰的笑容 婷婷的妈妈说 只要孩子能好起来 她所有的辛苦付出都值得 2022年1月18日 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令被告幼儿园方 赔偿原告婷婷发生的损失 6万余元